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对这些有一些不适应感 因为这是一个圈一个点 密密麻麻的分布 然后大灯是现在比较潮流的 上面一个扁长的 再配上这么一个分体的一个灯 那侧面来看 你会很明显看到这台车 是有一些叫跑的姿态的 然后你看从这里是往下走的 而且现在比较潮流的 用一些撞色的设计 到轮圈到裙边到车顶 这个灰尘的搭配 总体来讲还是显得很年轻潮流的 我觉得这台车的整体的比例美感 还是把握得很成熟或者很稳重吧 然后来到尾巴 你看这也是个连体的大灯 也是一个比较潮流的做法 然后把这些装饰的 这些类似于排气东西往上走了 但实际上不是排气口 再看看这个尾翼 那这个尾翼设计 其实我觉得还挺讲究 它其实是一个双层的 你看它走那个气流 是从这里往这里走 然后仔细看还是很有细节 然后也很协调 挺好看的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细节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帮我关一下 关上吗 对 关上 就是为了实现设计上的理念 这条线是要开在这里 所以因为这个盖更大 所以它连接机构 是要做得更复杂 所以为了造型 还是付出了很多工程的努力的 你看这些标记就知道 这是一台很早期的试装车 然后看看它的整个内饰布局 这是一条长条的屏幕 现在非常流行的 然后整个中共台的这种阶梯 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 包括这个不是很高 就坐上来整个车的气势还是有的 然后屏幕上的这些设计 现在UI界面应该也不是特别确定 但是当然还是可以看到它一些失落 它把这一些功能按键 做一些触控的按键放在这里 然后这是个屏幕 然后这边上就是一块大的交互屏幕 我看它的整个UI的风格 感觉比较偏冷天科技的感觉 然后这里会有一些界面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里头的一些软件 现在集成进来像地图是高德的 然后会有一些 你看唱歌的看视频的 还有些可能会应对其他的那些市场 做的一些软件的调试 然后基本上比如说手机用户很关心的 像CarPlay 我看到CarLife HighCar这些都有 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配齐了的 然后看一些细节 这里还保留了一些触摸的按键 这个触摸按键现在来看反应还行 但可能就是某些视角或者是快速操作上 可能会稍微的差一点 然后这些细节 比如说像空调的包括这些按钮旋钮 还有中共台这些旋钮细节 其实初步看下来 大家都说挺有奔驰的那种感觉的 你也可以说它还是花了很多心思 把这细节去做得很精细 包括像中门板上的这些按键 是不是挺有奔驰的感觉 像这些功能的细节 比如这里加了个钩子 有时候可以挂一下东西还是挺有用 这些细节小心事也还是可以的 虽然从外面看它整个车溜背 感觉空间可能会小 但是一坐进来头顶还能接受 然后腿部空间其实还真的挺宽敞的 所以该优化的地方还是坐到了的 这台车虽然它轴距不到两米7 但是它的乘坐空间 我觉得还是对得起它这个尺寸 可能然后这个国内再上 然后同步在意大利、土耳其、以色列、呼吸各等等 欧姆达5是奇瑞第一款 针对全球五大市场同步研发的全球车型 试验和验证的投入也是前手未有的大 而中国版本将搭载1.6T发动机和双离合变速箱 后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独立悬挂设置 前面一个重臂前后两个横臂 然后这是一个前驱版本 内部说后期还会有市驱版本提供 因为活动现场其实时间比较短处 体验不能够很好的拍摄的 所以我就想回来再给大家补充分享一些东西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市驾汇 在中国品牌拥有正向开发流程的很多中国品牌 其实它有这样的调研的流程 在早期的产品定型造型 其实会有一些不同阶段的面对不同用户 不同人群的一些调研 那现在欧摩达5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状态呢 是属于工程车投机辆 试装刚刚下线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这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可以调教匹配调整的空间 那这个阶段很多厂家都会找到小范围的一些业内人士 来去体验车摸车之后给一些实际的反馈意见 那这个环节是这样子的就是先给大家讲讲一些产品定位啊 我的产品定型是怎么样的 然后大家看看车 甚至有机会到一些封闭的试验场去体验一下车 然后最重要的旅程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沟通会 这个内部是一个沟通会 那这种沟通内容就不外乎对于产品定位 各自给出各自的意见 那这种会议呢 我们这些年其实参加过不少 很多时候呢是有保密协议是不能够公开的 但这回其实品牌方还挺大方的说你可以拍摄分享一些东西 但是我也知道我拍摄分享这个东西不能成为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导购体验 因为这个时候确实离量产车的状态还有一些距离的 那我自己现场体验这台车其实是动态非常的偏舒适 那我在看它的产品的定位的宣讲里面是讲到它是年轻个性 甚至有些运动化的定位的那我就觉得我自己个人建议就是这两个匹配度其实还是有点远 当然到最后量产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些调整我现在也不好说 只是我提供这个意见到时候再看看量产车的时候是不是状态上有一些调整 这些年确实呢我们也参与过不少这样的活动啊 从我们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还挺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来讲我们可能做很多量产状态量产车的一些导购分享体验 那这个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 但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可以提前让这个产品甚至我们的一些经验分享能够微薄之力 能够影响一点点产品的调整 那让这个产品更加的符合它的定位 也就是说让这个市场上出现更多不同类型的产品 或者说让不同口味有不同选择需求的客户 能买到更多的能够匹配它的需求的产品 还是非常的功德无量的 虽然可能只是个微薄之力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能够参与这样的小范围的调研 也多少证明我自己这些年在行业的经历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所以确实从两方面讲都是很开心的 欢迎给我支持一键三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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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